浩然正气不死 依然能将祸国殃民之离住 斩尽杀绝 文如兄 我已联络了 忠职之士百余人 人人皆称赞 文如兄的如传大笔 二十四岁书 那是字字死刀 必能聚聚见血 偏偏杀贼 此书 现在已在城中的大街小巷 广为流传 而我等参奏魏延的奏书 夜已成行 只待时机一到 天怒人怨 必止烟术于此地 和魏延斗了这么久 我心里明白 朝堂上的众臣靠不住 黄积殿外的每个人 都靠不住 咱们一天见不到皇上 就不可能成功 所以当务之急 是一定要想尽办法 让皇上 明信我等除奸之心 百姓杀贼之狠 大青草的 何人在宫外大库啊 这是你这儿 这儿 这儿是你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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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公公 皇上招您进去呢 竹子 老奴心里头苦啊 老奴伺候竹子五年了 恐怕今后再也不能伺候竹子了 竹子 阳公所奏 为夜二十四宗大罪 罪罪诸心 此次为焉 难逃厄运 自不邪不压正 朕过大明朝纲中心 阳大人手工一件 竹子喜当大宝 老奴心里头别提多开心了 担惊受怕的日子 总算是过去了 可是谁承想 现地驾崩那天夜里头 主子 在前清宫里躲了一宿 没得吃 没得喝 还被李氏娘娘逼得 不得不往外跑啊 老奴就想 活着老奴这条老命 也要保主子平安 老奴就死死地拽着李娘娘的 一劲不放 让他同意主子去了太和天啊 现在外边的人 他们都说是 老奴太过溺爱主子 不让主子上朝听政 他们这是要陷害主子 陷害老奴啊 老奴恨清主子 出去老奴一切之物 赐老奴一条白铃 让老奴昏鬼孤里吧 朕问你 杨爱卿弹劾你的事 可是真的 魏忠贤 老奴太 朕问你话呢 杨爱卿弹劾你的事 可是真的 什么二十四最说 闹得满城风雨 人心惶惶 参你的折子 都堵了文化店的门了 朕问你 可有此事 他杨大人 参老奴 却有此事 可所参内容 都是子虚乌有啊 皇上 请皇上明 明察啊 参你的折子呢 给您看看 为表忠心 老奴特地摘了一份 请皇上预览 太监薛顺瑶 正跪在殿外 恳请皇上传诏 赵他进来 朕要亲自过问 是 薛 薛顺瑶 进见 小的叩见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 万万岁 朕问你 杨爱卿参奏 魏厂臣的折子 你可带来了 带来了 带来了皇上 念 是 等等 赵丙比太监王体前 从文化店找一份 杨爱卿参奏 厂臣的折子 送过来 是 传皇上口谕 赵丙比太监王体前 从文化店找一份 杨爱卿参奏 魏厂臣的折子 送进来 老奴遵旨 给杨大人道喜了 老奴私里见 丙比太监王体前 叩见皇上 王体前 让你从文化店取的折子 可带来了 回皇上 取过来了 请皇上预览 朕就不看了 你亲自念语间听 是 私放凤罗二十四弹 以作家乡宿宁 修桥补路之用 贪赃枉法 其罪一也 丙得了 藏区 保折了 养人数百 无根之人 竟然做这般男女之欢之事 有备礼法 祖宗章法 其罪二爷 享受 一定了 朕当什么大罪呢 魏忠贤 想不到 你也好歌迹凌人呢 是该告你的黑状 行了 起来吧 给朕泡杯茶去 魏公公 起来吧 皇上开恩 没事了 皇上 老奴 离不开皇上 好了 好了 董珍 是朕错怪你了 起来吧 给朕泡杯茶去 老奴 谢皇上隆恩 谢皇上隆恩 皇上有旨 今日 免朝 关宁防线已成 如今宁园以南各处关岸 堡垒近在我们掌控巨手之内 相继三年前 本阁到任之时 曾带诸位去了锦州 那萧条破败之景 依旧历历在目啊 如今我们囤军囤田 巩固防线军已成型 是时候北进 将宁远防线向北 对至锦州城下了 先守后宫 我们已经忍了三年了 赵将军中前的八万兵马 满贵将军在宁远 有十万兵马 而我的宁前卫也有两万兵马 而且人人都是可战之兵 是时候可以完成我们当初的设想了 我认为应该首先拿下锦州 然后向北进军 逐渐缩小 努尔哈赤的势力范围 最后将其歼灭 对 末将在关西马场的骑兵 也出见成效 立兵末马的就等着刀头长血 和女真人刀枪相对 一见高下 锦州一战 势在必行 满贵将军 似乎不同意我等着方略 有何想法尽管直说 哥老 满贵认为此刻进军锦州实在不妥 不但此刻不该进军锦州 日后何时进军锦州 也应再做商议 满贵认为对建州用兵应该兵具一处 在时机恰当的时候 引努尔哈赤南下决战 一举歼灭 方位上策 以满贵将军所言 我军该如何处置 该在何处 引努尔哈赤大军南下决战 宁远 宁远离袁大人驻军之地 不过二十里之妖 离赵将军驻军之地 六周和不过百里 只要时机成熟 引努尔哈赤南下宁远决战 到时候咱们三军合力 必定能避其功于一 无需将战起腊肠 分兵锦州 今日的努尔哈赤 并非三年前的努尔哈赤 自从黄太极 启用范文城之后 建州人 开始学习我们中原 摒弃之前的抢一城夺一地 一战养战的办法 开始 试农丧 秦架色 屯田资军 如果这样的话 丢掉一城 等于丢掉了百里土地 首先应该夺回锦州 二位将军所争 皆是渔国渔民有利的 安定辽东之计啊 请坐 两位将军 所言不错 但是二位恰恰忽略了一点 努尔哈赤 最怕的是什么 施行军打仗吗 非也 恩师所言极是 努尔哈赤 此刻最怕的是托 而不是战 恩师之所以下定决心 要将锦州 纳入关宁防线之内 说白了 就是一个托子军 袁将军 讲到了前半段 而满将军 想到了后半段 若想要 彻底消除剑球之患 只需 先移袁将军的前半段 将努尔哈赤 拖得越来越弱 逼得他不得不引军南下 再依满贵将军的后半段 一举歼灭之 方可万事打击啊 先帝清宫四十年 所欲护持孤威者 为王安儿 即陛下仓促守命 永未防危 安亦不可谓无劳 忠贤以私分 交纸杀于南院 使不但愁王安 而使敢愁先帝之老奴 况其他内衬无罪 而闪杀闪主者 又不知几千百也 大罪十一 你 九千岁饶命啊 你 九千岁饶命啊 你 还有你 都给我拉出去 九千岁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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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万 九千万 想让咱家死的 死了 盼着咱家活的 他就能活 现在 该让那些 向置咱家于死地的人 想死不成 想活也不成 陈正教 九千岁 今儿看 是王提前王公公 救了咱家一条命了 要是没有他 咱家今天就见不着你们的面 没想到 这王公公平时不言不语的 好像是不吃咱家的拉拢 关键时候 王公公还真是个大好人呢 你明天去一趟王府 把咱家的救命钱给他送去 九千岁 送多少 咱家的命值多少啊 九千岁 乃真龙下士 您老人家的命是无家之宝 那就送他给无家之宝 咱家有的 他王公公得有 咱家没有他 他王公公也得有 下官知道了 好啊 该报的恩报完了 该报的仇 现在也该报了 要把咱家担的那些个金 瘦的那些个帕 一笔一笔 一道一道 全都还回去 叩见九千岁 老尊 夫人 九千岁 是孙杨佐的罪名 下官找到了 哦 快说 今天早上 下官在文化殿 翻出了孙成宗 城堡兵部的一份奏书 大有文章 若能为我所用 必能置孙杨佐之流于死地 我让你直接念 是 臣 辽东经略 孙成宗沉奏 咱家让你说 说治他的法子 孙成宗的奏书 是向皇上回复 辽东总兵杜英葵 谈没一事 那你还敢用 那杜英葵是咱家的孙儿 咱家摁还摁不住呢 哎呀 你别急嘛 让承秀孩儿把话说完嘛 说说说说 孙成宗在奏书里暗示皇上 说朝中有人作梗 既然如此 咱们 何不就着着他的意思去想法子 孙成宗不过是想说 朝中作梗之人就是九千岁爷爷您 可是他不敢道明 那 咱何不明说 如何明说呀 就说杜英葵是与孙杨左相互勾结 再与熊庆碧以清军策之名 起兵谋反 后 见杨左逝去 孙成宗反戈一击 才杀人灭狗 如此一来倒是坐实这个孙老儿避重就轻的罪名啊 妙 看来这承秀孩儿的脑子是越来越好用了啊 暂时将这个孙老儿先踢出去 这次只杀杨左了 这 咱家刚受了 这孙老儿的冤枉 我反过来就咬皇上的恩师 皇上会怎么想呢 倒不如就说是杨左指使 孙老儿并不知情 而且他还勤劳王室迅速平乱 皇上那不淡不乏 而且还要给他情赏 待杨左死了 这孙老儿不自然他就落了架了吗 妙 狗 高啊 九千岁 九千岁真是高啊 承秀这脑子 在您面前 那简直就是一团叫 行了 还跟着呆着干什么 赶紧去办 这回一定要了杨左的人头 是 走 放开我 快点 快走 快走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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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a 又是 were you 你 那 你们 奉圣玉 逮捕罪臣杨连 何罪之有 受惠雄庭弼 杜英魁 结交江臣 谋权篡位 这世道真的是黑白颠倒 人鬼不分了吗 魏公公 就是世道 九千岁 整个京城通往山海关的消息通道皆已封锁 杨左之流下狱的消息断然不能让这孙老儿听到 可惜啊 杨左之流望眼欲穿的等着孙老儿回来给他们救命 只怕到死都判不到了 恭喜九千岁 贺喜九千岁 若那孙老儿日后再敢在九千岁面前拔护 无疑是躺避挡车自取灭亡 重换了 这锦州城拿下可全是你的功劳啊 老夫终于可以一输心中闷气 可以在这锦州城上好好地看看北地风光了 这锦州啊荒匪已久 这努尔哈赤呢也无防备之心 这次能够顺利地拿下来 也是巧合 想起三年前啊 恩氏在锦州城南的祖院 今日能博得恩氏一孝 实属难得啊 是啊 这锦州城拿下来 这关宁防线就变成了关宁锦防线了 三年前 本阁曾在此地立下誓言 誓要夺回此城 如今夙愿得偿 无心甚畏啊 如果想彻底守住这锦州 还须以利器啊 哦 是何利器啊 红仪大炮 在此之前 无意诚使用过 恩氏请看 这锦州城外百里 皆是一马平川 如果在这城上 立上百门力炮 何惧他努尔哈赤的剑州铁迹啊 好 此意甚好 既已定了就不能耽搁 多谢恩氏 恩氏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好 大人 大人 恩氏 停动 你怎么来了 如今 杨大人 左大人 侯大人 以及汉林一百多名官员 进阶入狱 竟是被魏烟绞得是乌烟瘴气 人人自卫 东厂的锦衣卫 把守着九门六部 我大明终止之事 所胜无几 听动貌似出关 就是想见恩氏一面 当面陈情 若这么下去 只怕朝中 就剩千冈独断的魏忠贤了 听动 明日随我回京 本跟那三尺清风 定要削那尖属狗头 废物 不是说消息 到不了山海关吗 哎呦 一个孙承宗 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哎呦 你懂什么 这个孙老儿 尚得皇上的信任 下有辽东的兵权 一旦让他进了京师 见了皇上 杨左还不得翻了天 还不得把咱家 错骨扬灰 九千岁 孙承宗带了几万兵马 回京 得尽快想办法 不然 真的就完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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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奴 老奴心里都苦啊 老奴安定设计 简出奸臣 却不想招人怨恨 有人要害老奴啊 何人呢 孙哥老 领兵两万难下 但是 但是 但是要骑兵谋反啊 枪海老奴 逼宫篡位啊 皇上 老奴死了不要紧 皇上 皇上不能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皇上 可怜可怜老奴吧 昌尘 昌尘多虑了 朕母恩师 亲授课业三年 退朕 那是极其爱护忠诚 定不会作乱的 昌尘啊 要是真起兵来了京城 那也不是来杀朕的 昌尘 暂且放心 朕要休息了 你下去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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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可怜老奴吧 孙哥老跟老奴 一直是有误会 就算他这回 不是骑兵谋反 逼宫篡位 那他 他 他也要杀老奴啊 皇上 可怜可怜老奴吧 行行行 那就让老师回去吧 老奴 谢皇上个点 退下吧 将军 待善清帅大军 离锦州城只有八十里 速去宁远 请袁将军速速增援锦州 是 金大人 这几门铁东西是否可靠 遗憾的是 徐大人早年从葡道牙 购置的红衣大炮 还在调往宁远的路上 不然足以剿灭这 戴善的三万七平 不用那几门红衣大炮了 就这几门铁东西 够 上征 莫向寨 苏计通知满贵将军 命他带潜囤松山之兵 赶到锦州城北 去截杀戴善侧义 领命 大哥 你怎么敢肯定 攻打锦州之敌 断然不止戴善意志呢 戴善在金将中间 行事最为谨慎和小心 大军行至锦州八十里处 突然停下来 为什么 是等待侧应了 命令大军 在戴善围城之前赶到锦州 走 下 二贝勒阿米现在何处 回大贝勒 军后三十里 传我令 二贝勒立我军十里之处 全军攻击 是 驾 戴善也太过于小心了 居然让我们援军先到了 此战必胜 赵将军 一会儿等戴善退兵的时候 你们四将立刻引军杀出 末将领命 众军听令 攻城 开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千岁爷爷 去盯着孙老二行踪的人 回来了没有啊 回千岁爷爷的话 回来了 那 那他是快报啊 孙大人已经到了通州 但是 这带了一个书生 并无兵吗 这孙老二并没带兵 那咱家怕他作甚呢 去 告诉显淳孩儿 就说让他上趟通州传我的命令 说皇上有旨 让他孙老二立刻返回山海关 不得尽惊时一步 是 去 那孙大人哪 最恨显淳孩儿了 你让他去传令 岂不是无功自反 来了 客官 您的马印好了 传魏公公令 辽东精略孙成宗 建令集回 不得有误 大胆虚显淳 孙哥老乃是兵部上述 当朝帝师 还不下马参拜 本指挥有功务在身 不便参拜 你 孙大人 魏公公说了 朝中大局已定 请您快快回去 你回去告诉那烟术 本阁三尺清风 定销其头 走 恩师 被烟派叙显淳前来 就是要激怒于你 此去警示必定凶险万分 恩师要三思啊 他一个烟术能耐我何 就是剑技林立万丈深渊 我孙成宗 也要救治有出狱 恩师不可 听懂 你给我让开 恩师 若是执意犯险 就请先杀了天洞 大哥 你怎么样 扶我起来 不可以 佳大人 扶我起来 大哥 你再休息一会儿吧 快扶我起来 这是军令 快 二贝勒侧应之军 已将满贵击退 锦州城上的炮也哑了 众军听令 带锦州城破门之时 给本将杀出 是 三弟 我想给你个任务 让你率领三千铁剑 前去引戴神注意 把他的人引到城下 你可敢 大哥 我们的骑兵只练了三个月 况且一次实战都没有 现在出去怕是不妥吧 战场顺息万变 战机稍纵即逝 我也是没有办法就问你 你可敢 若见李明 多加小心 是 罗莉 在 把所有的炮集中起来 等戴扇靠近城池的时候 集中火力 给我砸过去 贾大人 火炮刚刚炸糖 此刻再用 怕是不妥啊 我不还活着吗 扶我过去 杀 火炮 恩师 来吃些早饭吧 赶了几天路 身体要吃不消了 听懂 你的手没事吧 不爱他 豪情万丈而来 唏嘘煞鱼而归 难道真的是 本阁大事已去 朝中危局 再无可挽回了吗 恩师已经尽力了 朝中危局 乃是时局所定 您别太放在心上了 只是这样回去 我还有何言面对 杨世伯和左世伯 杨大人 杨大人 左大人 壮志难愁 盲冤入狱 已是无可挽回的结局 但是公道自在人心 总有一天 会沉冤得雪的 嗯 听懂吗 你能由此见识 为师很高兴吗 但如你所言 当下我们该如何做呀 我送恩师出山海关 即刻返回 既然朝中危局已定 那辽东那边 局势不得再有半点差池 恩师放心 京师这边 即便只有庭东一人 也一定与满朝奸宁 斗争到底 要我说呀 你这魏公公的胆子 越来越大了 我这心软阁 也成了你魏公公 留宿的地方啊 这紫禁城啊 不比你们的魏府 等哪天皇上要是知道了 说你魏公公 祸乱恭维 非要你的老命不可 不说这紫禁城啊 相而今就是这全天下 又有谁能把咱家怎么样啊 咱家自小命就苦 好不容易盼来了好日子 那还不得好好地享受享受啊 显添海儿问千岁爷爷 劳祖奶奶安 教你办的差办得怎么样了 那孙乐儿过了通州了 到哪了 回千岁爷爷的话 孙成宗已返回山海关 嘿 嘿 晦气 嘿 真是晦气 哎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孙老儿还是比旁人厉害 本来想炸他一炸 让他憋着一口气闯进京城 给他安上一个抗旨不遵的罪名 嘿 看来还是咱家小瞧了他喽 当老缩头乌龟也好 省着咱家再费心跟他瞎闹他 哎 只是这老天哪 祝孙不祝未有 晦气 晦气 也不尽然吧 嗯 既然那孙老儿 再也不敢迈进这京城一步 那杨左之流 就更不会有人救了 嗯 呵呵ört 只可惜啊 跑了他孙老儿 哎 以后还得费心思跟他闹腾 大人 杨大人 起来吧 徐指挥 他的肋骨已经全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